一樣,還是滿球術 在一球打結出去 在左半邊的飛球轉手 跑到了警戒區滑街 詹子嫻也是一個美肌的nice catch 哇,這個接殺太重要了 太重要,這一來一往真的差太多了 高國輝也是像可敬的對手啊 詹子嫻致意一下,接得好 這個若是沒有接到,得分的機率是很高的 因為他有一點打在比較接近邊線的地方 中外一手要過來協訪,確實也很困難 這也是我們沒話講 真的是接得漂亮啊 哇,還不忘趕快 躺在地上把球回傳 英雄是英雄 Porsario打中間方向的飛球 打得滿有氣勢,中外也發現 啊,掉到天王裡面了 哇 又被天哥給沒收了 是 哇,真的是 郭天信的美肌 這個play真的沒話講 這個球落地的話 至少是一支二連打 而且李承宁甚至有可能回來 現在要看郭天信有沒有受傷 這個真的是天王 哇,這個 無懈可擊的一次防守 不過郭天信現在還躺在地上 希望是不要有大礙 這球打得很平,很強勁 飛行的速度也很快 郭天信天哥跳起來 主要應該是在接球之後 撞到的拳打牆 所以現在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起身 最後一秒鐘要起來接球 接完球以後 撞到牆以後 很難得的是 他會先把球傳出來 對 他先把這個傳球完成 對 而且在現場這邊打拼 也讓同事球迷給郭天信一些掌聲 我們當然是希望郭天信不要有大礙 對 真的很有拼勁的一個選手 對 沒有想到是跑到那麼遠的荷蘭 三油之間 動中 動中 阿肌瑞 out 要不要挑戰 這可以挑戰 不過真的 江崔宇又把這個球擋住 擋住 我都已經 已經夠讓我嚇一跳了 那顆星就已經全在那裡了 對 邱山龍說要挑戰 這個有機會挑戰 而且是霸地式的揮擊 真的是出局 很快就可以有控制了 手臂範圍太大了 真的 極限的位置飛撲 而且整個動力 完全想反方向的一個情況 不好扛的第四棒 那當然對於忠兄弟來講 事實上也是一個好事情 今天帆國城第二次的打擊 是遭到了項目力的一個三陣 球數現在一好一壞 這一球 再來一次 加油了 Auto 要不要挑戰 我看一下 應該沒有挑戰 船準一點 徐季用你輕鬆一些 再來看一下 英雄反手鋪出去 洗身 快船 確實不用挑戰 Auto也結束這個半局 我感覺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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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ny 背面很不錯 我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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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螞蟻 混合 我們可以讓 打擊 平衡 他感覺非常好 自己的節奏 身體的感覺都很好 特別是跟普萊奇的搭配 他感覺非常自在 然後都可以 成功的去 運用球種去 讓達成 出去 他去年 在這邊 火的市場 在找機 擔訪的用 擔訪的 擔訪 去年 最多 擔訪的 擔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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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 還是 是 負責 比 沒有 打 рубле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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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used to, they're more aggressive. The center's really good at the contact and they're out there battling every pitch, every out, every inning. So it was a lot of learning and adjusting for me. And also talking to the manager last week to kind of mess with the timing a little bit in my delivery because it can be really smooth but adding a little hitch or a quick pitch here and there to help disrupt their timing overall. 因為台灣的棒球跟他過去習慣的風格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他必須做很多的調整還有學習. 那上禮拜他也跟總教練聊過就是稍微可能去破壞打者的 timing 因為他可能抽球就很順,但是就是跟總教練聊過之後 比較了解怎麼去破壞打者的 timing. 上載,你過了解火,伍佑星片 出現,我怎知得一年 我自己做的回想 我自己做的回想 阻止你可以去潛完 是個派對的很特別的予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